那个杀神又回来了 不愧是大马第一男单 凶狠起来太可怕了 强有力的暴力杀球 对手只能眼睁睁看着球落地 更是为大家解锁他最新的招式 你看看 一记虎敦批杀 对手只能无奈转头 这是2024日本大师赛 李子佳对阵苏丽养 下面一起回顾这场精彩的对决 什么叫温水煮青蛙 什么叫攻防压制 杀神李子佳 用这场耗时63分钟的PK 给台湾现役新星 又生动上了一刻 开局苏丽扬先拿一分 李子佳紧接连夺三分 随后双方比分持续胶着 4比4 8比8 9比9 最终李子佳11比9锁定上半场 下半场李子佳开局一度领先时 被苏丽扬15比15追平 李子佳作为大马第一男单 实力和底气雄厚 再度领先两分 然而苏丽扬再度 将比分追平 来到关键19比19 苏丽扬趁着李子佳来不及反应 顺势批杀一球反超比分 最终李子佳失误丢分 苏丽扬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 李子佳开始疯狂的中场批杀 拿到5比1的开局 虽然苏丽扬拼命想把比分追上来 但是面对大马第一男单 还是很有压力 全程压制着 飞扑就球都不管用 这还仅仅是开始 下半局将会是李子佳的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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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局的主场 下半局的主场 下半局将会是李子佳的主场 从8比5到13比5 他连续夺得5分 在17比7时 再次连多三拿到赛点 随后也仅给苏立扬拿到1分 就以21比8 绝对的优势拿下比赛 下半局尽给对手拿到3分 不愧是大马第一男单 凶狠起来太可怕了 该说不说苏立扬的体育精神 还是很不错 这已经是第三次为了接球 而飞扑就球了 决胜局 李子佳开局夺得2分 随即一路比分领先 今天的李子佳 频发使用多拍拉掉 却很少见他的杀球 早在上一场 他就很少使用杀球 他们也会说好有意思 他就会变得到2分 不及时的赛点 他就会变得到3分 他们的赛点 他就会变得到3分 不及时的赛点 他们也会变得到4分 这次赛点 他们就会变得到4分 后来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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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跳堆杀球也是比较有趣 最终李子佳21比16锁定胜利